朋友们今天带大家来了解一下 这种敞篷的小跑 这个车顶是怎样收进去的 它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因为很多朋友都见我 但是呢不知道他是到底怎样来工作的 今天就带大家来了解了解 这种车它收顶的时候需要把车打着 因为它这个顶呢是一个电动的 不打车的话这个电瓶呢是非常耗电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这个位置呢是有这种敞篷硬顶的按钮 往后推呢就是收顶 往前推呢就是关顶 现在我们操作一下 它第一步呢就是把这个后备箱先打开 这个其实这个整个硬顶啊 它的车顶就是折叠起来 放在这个后备箱 然后我们继续操作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这个上面这一层顶现在开始 往后来往后这个收 收到这一步大家看一下 其实它就是把这个后窗玻璃啊 和车顶 两个折叠起来放到后备箱 这里面呢都是这种铰链的装置啊 看起来是非常复杂的 但设计是非常巧妙的 全部都是靠的脚链 这里面呢其实就是电机啊 这里面是有电机的 有钢丝 再拉着这个脚链往后走 我们接下来再往后看 到这一步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咱们已经能看到这个车顶呢 已经完全放到后备箱 接下来这个就是这个车顶放平以后啊 后备箱盖开始关闭 好 现在这个车顶呢 已经完全收好 这个位置呢 已经和这个后备箱已经平起 这样呢 它的一个收顶动作就完成 大家可以看一下 其实它这个前挡玻璃上面呢 其实是有锁住的 一边一个的锁住 咱们关顶的时候 这个锁住直接锁住车顶 但这种硬顶跑车时间久 这个地方呢 是非常容易响的 因为它会有磨损 有间隙 它就会发出一响 跑起来咔哒咔哒响 这就是一个硬顶敞篷的 一个工作原理 其实非常简单啊 现在我们收一下 大家看一下 相反的步骤 先打开后备箱盖 然后这个车顶开始往上升 好 到这一步大家再看一下 这个车顶现在没有完全到位 其实它就是按相反的顺序 再来一点就可以 我们看一下这个锁住的位置 好 这个锁现在已经锁住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后窗啊 这个位置呢 同样是也会上升 也会下降的 等到后备箱关闭以后啊 这个三角窗就会升起来 这个时候呢 整个收顶动作就算完成 很多朋友可能好奇啊 这种车的后备箱 是不是不会放东西 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后备箱还是挺大的啊 还是能放很多物品的 只不过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这样的隔板 咱们放物品的时候 需要把这个隔板给拉下来 给锁住 只要这个物品不超过这个隔断 就不影响这个硬顶车顶 它的回收 所以说呢 这个后备箱设计的还是挺巧妙的 下面同样有备胎 同样有应急工具 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一个应急包 医疗包 这里呢 还有原厂的奔驰的一个轮胎螺栓 现在的车很多都没有这种配置 它这个备胎呢 只是一个非常简易的啊 不会充气 是一个实行的备胎啊 该有的东西呢 还是一样不少 这个后备箱整体看起来还是比较大的 这是一辆07年的奔驰 SLK200 这个车当年落地也要七十多万 现在啊 直接打骨折 也就是一折 只要当年的一个领口 大家可以看 这个车现在是实表 七万两千公里 这种车也不会经常开 内饰呢 保持的还是不错的 但是呢 看起来就比较老 这个是没有多少特别的功能啊 最重要的特点就是这个硬顶 这个发动机是奔驰的271 1.8T的发动机 变箱是一个5AT的手ZT变箱 这个动力总成的比较老 所以油耗有点高 大家觉得这辆车几万块钱买回去以后 搞婚庆租赁怎么样 我觉得还是有市场的 这个车呢 是已经改过色的 原车是一个黑色的 我给大家看一下 从这个位置能看 这就是它原车的颜色 这是它的一个出厂名牌 大家可以看一下 07年12月出厂 发动机功率呢 只有120千瓦 德国原装进口 布莱默工厂制造 车呢 橙色还是不错的 但是这种车呢 没有市场 我觉得咱们很多普通人呢 不可能买个这个车回去开 只能坐两个人 空间太小 但是外观确实是很拉风啊